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我是Joyce Man 让哲学进入经营建立企业成功基因 我们今天继续谈矜持哲学第44条 具有挑战精神 每一个企业在经营的时候 往往都很怕起了变化 当企业很平稳 开始很平稳在成长的时候 大家都希望不要有任何改变 因为一旦有改变 怕走了不正确的方向 如果我们一昧的安于现状 我们的成就就是这样而已 每一个企业领导者 都具备有挑战者的这种精神 来勇于挑战各种不同的方向 特别是在企业经营的时候 当我们的产品或是服务已经可以让社会大众消费者可以接受的时候 在不影响现有的经营的状况之下 我们应该要开始来思考不同的产品也好 服务也好 因为如果我们没有时时刻刻具有所谓的挑战家的这种冒险的精神 那我们的企业不会有所谓的大成功 当然我们所谓的必须具备挑战的精神 是必须要让自己真正全身心的投入在每一个崭新的计划或者工作当中 这样子企业才能慢慢成为一个不可撼动的一个企业 在探讨所谓的精神哲学我们会讲必须要有创新 那每一个创新当然就是一种挑战 在这边提出一个例子 KDDI就是日本第二电信 也就是精神的创始人道胜和夫先生所创的一个电信公司 不断地开发出不一样的手机 不一样的科技产品 让它的消费者不断地尝试新的服务 因此到现在它依旧是在日本是一个数一数二的电信公司 有人可能会说那是因为在日本具备有挑战者精神 其实不单单只有在特殊或特定的地区国家或者人种 泛指所有这个世上很多的这种科技的产品 很多被消费者被全世界的消费者所喜爱 有一半以上其实就是具备了创新 而这创新的吸引力 我们追根究底都是来自于这家企业的领导者 跟所有的员工都具备的所谓挑战的精神 同时每一个人时时刻刻都在思考 如何来冒险挑战现况挑战自己 我再次强调希望每一个企业领导人 必须要具备挑战者的精神 必须要勇于冒险 让所有自己所带领的员工来引导他们具备挑战的精神 不仅是个人甚至企业 才能真正的可以建立所谓不败的竞争的优势 我是Joyceman 如果你觉得这个不错 让我们下回继续聊哲学吧 web TV web TV